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我是美国蓝牧律师邓宏养知法手法,据理力扔 在最近这两年犯罪率非常高,在很多公众场合都有可能发生一个重大的抢劫案或者是抢劫案 受害的民众有没有办法能够告乡场,告这些停车场的主人 或者是物业的保险公司要求对这类犯罪的受害人做些赔偿呢 今天我们来解读这个Lopez跟高麦当劳的案件 这个案件的话是很不幸的,是发生在这个1984年的时候 加州这个有一个叫San Yacentro这个一个小镇 当时一名枪手持枪进入了这个麦当劳 其中的话Lopez在购买麦当劳的时候 被这位枪手开枪打死了 死者的家属状告麦当劳 他说麦当劳你这个店里面是公开开业的 所以你应该要保证这个客户的安全 枪击案发生在店里面 那你开餐店麦当劳就要为里面发生的悲剧枪杀案的话 来这个提供赔偿 原告的律师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 就是说在这个案发前的两个月 曾经有一位保安公司向麦当劳提出了一个proposal 他说我们这个小镇里面最近犯罪率非常高 以后我们有提供保安服务 他提供了一个proposal 希望的话能够麦当劳这些分店 聘请他们来做保安 他说因为当时麦当劳打回来这个回信 他说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预算来聘请保安 但是原告律师说那时候保安公司所提供的proposal 已经讲明了 上面最近的话犯罪率非常高 经常很多店被抢了 所以的话你已经知道有这个危险 而你没有采取措施 麦当劳的律师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也提供了当地警察局两名警察的证识 他说枪手被警察开枪打死之后 我们进行调查 我们采访到枪手的夫人 他说他想杀人 你怎么样阻止他都没有办法 后来探员的话也证实 枪手已经是决议要杀人 会滥杀 这种情况之下是没有能够预防的 因为他有精神病 所以尽管麦当劳请了保安 也未必能够防止这种枪杀案的发生 最后最高法院听罚了这两方的这个证识 法院裁决 因为枪手要到麦当劳店里边开枪杀人 这个不是预见的风险 没有人能够预测 这枪手会来杀人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你作为一个乡家要有责任是 可以他要防范可以预见的风险 在这个案件里边 这个是属于犯罪行为 乡家没有办法来预测枪杀案的发生 也没有办法能够采取手段 来阻止枪杀案的发生 所以他是没有责任的 我们处理各种各样的人体伤害案件 从车祸 机型车被撞 行人被撞 巴士被撞 卡车被撞 各式各类不当死亡案件 所以说这类案子 对我们来说 我们有专家团队 有很多的律师 专业律师 可以帮助你发现事故的真相 帮你争取最高的赔偿 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会经常会遇到这种犯罪行为 很不幸的话 尤其是在最近几年 犯罪活动越来越频繁 尤其是在一些公众场合 一些餐馆 超市 或者是shopping center 都有可能发生了这个莫名其妙的枪杀案 在枪击案里边最重要相加有没有责任来保证这些客人的安全 在这个判例里边 麦当劳他说我的开门做生意 如果是在店内所发生的 那我当然有这个责任 确保一下是店内的话 这些环境是安全的 但是在这个案件里边 悲剧是没办法避免 所以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语 就是foreseeability see就是看 foresee就是预测 foreseeable能不能预测到的 所以在确定责任的部分的话 是这个风险是不是能够预测到很重要 那哪种情形之下是可以预测到 以前曾经发生过 好像的话如果你到麦当劳里边去 以后你看到的话 里边的店员给了一杯咖啡非常热 已经烫到了 已经预见到 这个可能会发生 因为咖啡太烫了 另外一种的话是可以避免的 这种的话就像咖啡很热一样 你完全可以将温度降下来 不需要110度 你降了98度还是热的 这个可以避免的 往往是疏忽行为 疏忽行为的话就是说 这种的话是因为员工的疏忽 或者是操作里边的疏忽 就像的话 所以为什么几年以前 一个律师开dry through 点一杯咖啡 以后他放到腿里边去 没想到的话咖啡太热 开车一开动 咖啡的话倒了出来 烧伤了这位女律师 女律师告 后来这个案子的话 陪审团裁决的话 你的咖啡太热了 你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所以以前也发生过烫伤的 所以后来 麦当劳的咖啡 温度的话降了100度以下了 并且的话都会有一个 脂外壳来避免太热 并且如果客人需要 他还会给你一个托盘 让你的话不要夹在 腿里边去拿咖啡 所以这是可以预防的 但是很多犯罪行为 你是没办法预见的 像在这个案件里面 麦当劳说 这些枪手已经提议去杀人的 不管是麦当劳也好 还是其他店也好 你做什么样的防范措施 就算的话请到 请了保安 也没办法避免悲剧的发生 所以哪些行为里面的话 是可以预见的 哪些行为是不是预见的 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说 这种犯罪行为 相加怎么防范 也没办法预测到 枪手会来店里面去杀人 害客人的 所以有些很多行为 好像乡店里边 客人不小心水弄到了 或者是石锈间里边 以后破掉了 水泵了满地都是 或者是在超市里边 一个玻璃瓶摔下来了 那乡店有这个责任 马上的话去将地擦干 你没有擦干 别人路过的时候滑倒了 这种的话 乡家就有责任了 有的时候好像的话 乡店里边有一块木板已经翘快来了 里边的钉子已经突出来了 以后已经有客人说踢到钉子受伤了 那你乡家有这个责任 因为他们是你邀请过来的 NYT 你有这个责任来确保地是平的 客人没有安全 没有这个部分 那当然 乡家要往往要做两部分 一个是告知 你起码 如果你来不及及时清理地上的水 你起码的话放出一个黄色的警告铜在那边 绑住客人 不要让他们到这个地方来 或者是拦起来 警告客人 不要靠近 或者是你必须马上采取紧急的措施 当然 原告要告赢 往往要证实是疏忽行为 因为乡家往往说 这是属于犯罪行为 你可以告枪手 我怎么做防范措施 我都没办法来防范 悲剧的发生 所以怎么样子要证实 乡家的疏忽 往往的话 你要拼请私家侦探 调查一下子 以前也没有发生过 要调查的话 以前的话 这个乡家有没有被别人告过 并且的话 往往要请专家 证实的话 像这类案子 这种疏忽行为 乡家你应该知道 你应该做一些防范措施 其他的店里边 都会做这种防范措施 你为什么不做呢 所以这部分的话 要请专家来证实 这个乡家的话 是没有履行到 应有的法律责任 当然对乡家来说 你要避免被告 做好两方面的措施 第一 如果你收到了 客户的投诉 说地太滑了 这个瓶子会塞到头了 你放的东西太高了 动不动一下子会塞下来了 你必须要马上采取行动 做些补救的措施 如果你已经被告知 有风险了 你没有采取防范措施 那基本上 原告着很容易 这个risk 这个风险是 foreseeable 是可以预测的 因为你已经被告知了 同时 在美国 任何人都可以提告 所以为了防范这些输送 最好的措施 就是自己要购买 足够的保险 有了责任保险 商业责任保险 这类的话 好像你自己的客人 在到你家里面做客 发生了意外事情 你可以说 我们已经有无主保险 你的生意 餐馆里面 有人跌倒 你可以有足够的保险 可以替你自打官司 并且如果是有责任 你可以要保险公司 来支付 所有的赔偿金额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 我们下期再会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我们邓宏律师事务所 在23年以前成立以来 一直替美国的华人提供两类服务 一类是刑事辩护 另外一类是重大人体伤害 事故的理赔 这两类案件 我蛮高兴的 都给客人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是非常专业的 因为过去23年 我们联合了非常多的 美国的合伙人 还有成大的律师行 在过去 在不管形式 或者是人体伤害方面 都得到了非常理想的结果 谢谢大家的支持